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节目报道真相 真边实壁 需要勇气 更需要您的支持 中国大陆高考刚刚结束 连日来高考话题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 日前 中国网上订餐平台饿了么的一名骑手 也就是送外卖的小哥 在抖音上讲述了自己的高考故事 他的学历和他现在的处境令不少网友感叹不已 这位骑手身穿噩梦公司的工作服 展示了他的毕业证 显示他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 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并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有网友说 他这一身着装让我突然茫然了 读书的尽头是当外卖小哥吗 也有的说 他的精力应该击碎了无数中国人矿的梦想 父母花了大代价才培养出的人才 却去做骑手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原因何在 评论人士前缘表示 90年代以前 考大学难 难到什么程度呢 叫做千军万马走独木桥 竞争确实惨烈 现在是人人可以上大学了 大学多了也是良友不分 专业设置为所欲为 压根没有考虑学生将来出去工作的问题 没有给予学生做好就业的准备 另外一方面 现在外资纷纷撤离 很多企业倒闭 经济低迷 这就造成了许多高校毕业生只能从事低端工作 大学生没有工作 不只是他个人的不幸 那就意味着一个家庭20多年来的投资打了水漂 意味着大量的社会资源被浪费 意味着深重的社会危机 在今年的高考语文中 由中共教育部命题的全国倚卷 习近平语录进入考试题目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主管教育的丁薛祥在向习近平表中 中国高考7日登场 其中一份作文试题引述了习近平的两段话 要求考生写下感想 一段是 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 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情得更远 另一段是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 就算这种花朵再美 那也是单调的 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认为 虽然丁薛祥是第一副总理 但习近平不敢在经济方面重用他 中共当局现在面临的经济困难非常的大 丁薛祥作为外行来管 比较容易出事 所以习近平只能给他些轻活 管管教育 丁薛祥也知道 如果不充分对习表忠心 肯定会被边缘化 所以他就想在教育方面表现得更左 显示更大的忠心 没有真才实学的人 只能走这条路 专制极权者也最喜欢这样的人 俄国自从去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 普京一直拒绝称其为战争 而是称为特别军事行动 现在情况改变了 普京和其他高级官员近来 开始频繁地使用战争这个词 据路透社报道 克里姆林宫 俄国各州州长及国营媒体 在战争开始时也都使用特别军事行动这个词 当时俄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 禁止俄罗斯媒体使用战争一词 否则将被勒令停业 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根据克里姆林宫提供的文资记录 普京上周提到乌克兰时说了四次战争 普京周日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讲话时说 不论我们说什么 他们都想怪罪在俄罗斯头上 但这是不对的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战争 我再说一遍 基辅政权在2014年在顿巴斯地区就挑起了这场战争 近几个月 俄国国防部长邵伊古 克工发言人 外交部长等高级官员都曾在公开场合使用战争一词 近来 频频遭到炮火攻击的俄国贝尔哥罗德州州长也说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战争状态下生活 专家蓝树表示 战争打到今天 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 士气以及装备都已远远的超过了俄军 下一步的战场态势将如何发展 有一个主要的变数 那就是中共高层会不会 敢不敢全面的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 公开站出来支持俄罗斯 中共两回后 中共高层确认经济必须内部可循环 要做到自己自足 然而6月7日至8日 习近平赴内蒙古考察时 内循环又变回了国内国际双循环 习近平在内蒙古巴言闹尔士考察时 对官员讲话说 构建国内大循环 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 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 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不矛盾的 时事评论人士钟原表示 近两个月 美国在中国采购的订单降到历史新低 中国经济惨淡 失业率不断上升 眼看内循环没法实现 中共高层不得已又一次改变说辞 重新回到国内国际双循环 目前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习近平没有考察一些沿海经济大胜 寻找解决对策 反而考察经济并不发达的内蒙古 可能中共高层把内蒙古当作在极端情况下 留的一个后手 政论家林宝华曾撰文说 蒙古国人口才300多万 而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人约600万 比藏人少一些 比维吾尔人更少 因为蒙古族人被汉化程度比较深 所以不如藏为两个民族与中共当局的矛盾那样深 没有像那两个民族一样 到了要被种族灭绝的你死我活的程度 然而蒙古族还是逃不了被加速汉化的命运 2020年8月26日 内蒙古官方曾忽然宣布 以蒙古语授课的小学 自9月1日起该用统编汉语教材 用普通话授课 引发强烈不满 大量民众上街抗议示威 当局公布了参与游行者的大头罩 对他们进行通缉 通过强制手段把抗议镇压下去了 当时外界认为这一强制命令来自中共高层 内蒙古当局恐怕不敢如此造次 习近平这次考察内蒙古称 要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确保各民族青少年掌握和使用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由此可见 内蒙古当局强推汉语教材 并非自行歧视 中共残酷打压蒙古族人 又想把内蒙古留作自己的后路 在中共坍塌之际 蒙古族恐怕早就揭竿而起 独立出去了吧 生活在美国的战狼学者李懿 在一个座谈会上说 中共建政都73年了 台湾省还没有统一 不打台湾就换人 网友称李懿这次玩过头了 是公然谋反 恐怕要大祸临头 李懿近日在他的油管频道上传了一段 他的演讲视频 他在视频中说 大陆已经建政73年了 台湾问题再拖下去 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是中国国家的耻辱 是中国政府的耻辱 是中国军队的耻辱 而且稍稍有风吹草动 严重撼动大陆执政党和大陆政府的合法性 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你还指什么证 换人算了 换党算了 改朝换代算了 李懿在这个座谈会上还说 如果因为统一台湾省 中国死了一亿四 这在人类历史上根本是小菜一碟 这个视频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封杀 但在推特上热传 引发网友热议 有的说 看来他还生活在幻觉中 中共军队的主要任务 从来都是镇压和迫害中国人民 而绝不是对外 虽然中共一直对台湾文攻武吓 利用台湾问题挑起民族情绪 转移内部矛盾 但近期似乎突然转向了 据日经亚洲报道 上个月为平息武统台湾的言论 中共当局突然在网络上解禁了关于武统台湾的话题 并出面带风向 称共军如果攻打台湾 将陷入四线作战 武统台湾不切合实际 而且危险 主张武统台湾的人都是傻子 李毅此番言论 显然与中共近期的宣传被道而驰 有可能让他背上妄议中央的罪名 甚至有可能搭上性命 关于中共是否会向台湾开战 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认为 中共高官在海外藏有高达3.6兆美元资产 若战争爆发 这些资产恐怕将被欧美各国冻结 再者 若侵台成功 前线将领会攻高盖住 而攻台失败 有可能会导致政权倒台 都不理于习近平自身的权利和安全 并且习近平性格保守 绝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攻台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